中国人大擅自阉割香港民主 却声称只是微创手术 但这手术后遗症可是永远无法痊愈 首先负责选举香港特首的选委会 除了扩边到1500人以外 还将人大跟政协代表独立划分为第五届别 未来特首候选人还必须在每个届别 获得至少15票支持门槛更高 另外立法会席次同样从70席增加到90席 降低直接选举的席次确保亲中派绝对优势 席次比例仍是未知数 为了爱国者治港 北京剩下层层关卡还有最后绝招 筛选候选人并在选文会里扩大亲中势力 香港民主沦为形式 不只港人痛批 英美各国也群起踏伐 北京一爱国者治港之名 全面操控香港选举制度 削弱泛民派影响力 再来说都是为了香港好 恐怕骗得了自己 却骗不了全世界 三里新闻 石上人报道